古人说,小才看鼻,大才看眼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从一个人的眼睛能够看到对方最真实的想法,事实上,眼睛同样能够察觉出对方的命运,通常来说,眼睛黑亮的人大多聪明,眼睛深陷的人大多劳苦,眼睛睿泽的人大多富贵,眼睛短小则一生贫贱,看一个人是善是恶,从一个眼神就能察觉。 眼神凶恶的人生活大多不如意,怨气比较重,眼神温和的人生活大多很幸福,对谁都有善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佛学禅语。 社会中有这样一种现象,越是有钱的人越是要装穷,越是没钱的人越要装阔,有钱人生怕别人知道他有钱, 他会看不起他们,其实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钱,看他的眼睛就知道,根本藏不住,没必要伪装。 财富之所以这么重要,因为他是一个人的底气,俗话说,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一个人能力再强,手腕再狠, 没钱的时候也只能望洋星探,所有的生存资料都离不开用钱购买,没钱真的是寸步难行。 钱还是一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,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,但是生活中90%的问题都是由钱产生的,也都是可以用钱解决的。 当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,你面对人生也会有更多的勇气,一个有钱的人,他眼神中流出的不会是对未来的迷茫, 而是一股沉稳和笃定,这就是抚养出来的底气,一个富贵人的眼睛定然是藏而不漏,深邃幽远的,一般富贵者对自己都比较狠觉,眼神比较犀利,或许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,但是大多数靠自己富裕的人都有很明显的特点。 他们一般都比较自律,这也是上面所说的狠的体现,他们做事都有原则,绝对不会不信守承诺,他们对生活都有规划,绝对不会每天浑浑噩噩,他们大多都有理想,生活很充实,眼里也很有神采, 真正的有钱人会想如何用钱创造美好生活,如何用手里的钱来创造幸福,没钱的人会步步为营,会想着怎样用有限钱生存下去,甚至于开始规划未来的钱财,越是没钱的人越看中钱,因为钱财本就不多,每一分都会用得恰到好处,有钱人则会在意自己如何花钱。 对钱财的看法会更加豁达,这会是二者谈论,钱财时,眼神完全不同,没钱的人总是会说起自己当年的困苦生活,他们对幸福的定义,就是有钱,富有了,才能去追求精神世界,才能去想象美好,有钱的人,对于钱财,则比较慷慨淡然,这类人会更加看重钱财之外的事物,眼随心动,眼神,自然不同,有钱人的眼神中充满了睿智, 他们随时在观察生活,观察周围人,他们能够快速发现身边的贵人,生活中的商机,并且可以快速抓住时机,产出经济效益,空洞的眼神和充满思考的眼神。 是完全不同的,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,你不仅可以发现更多生活中的美好,也能更快抓住可以改变你人生命运的机会,一个人暂时的财务状况并不能代表他人生的成败, 只要你在踏踏实实生活,认认真真工作,那么就无需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压力,因为这些压力,其实并不能帮你改变现实,想要更有钱,那么就去更努力,脚踏实地的努力会比你装腔做事的伪装更有效得多。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也是读书,接人带物的重要器官,一个人如何利用眼睛,就如何赚钱? 一是眼尖的人,善于发现财富。 说起眼尖,很多人会认为,这是一个贬义词,作家魏威在东方里写道, 谁知道,那个特务眼尖,浑身上下老是打凉杆子,当眼睛和特务联系在一起时,怎么看,眼睛都是不对劲的, 其实,撇开对人的偏见,你一定会发现,眼睛观察仔细,对外界的事物敏感一些,是可以发现很多的机遇的。 正如诗人顾承说的,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 听朋友谈起他的祖母,年轻时生活很苦。 祖父在地主家做长工,地主家杀鸡杀鸭了,把鸡鸭肉收拾得干干净净, 唯独鸡针里面的一层皮被当成垃圾丢掉,这一层皮处于鸡针和食物之间样子脏脏的, 祖母把皮捡起来,洗干净,又用盐腌制,再晒干就变成了美味的食物, 在很多地方都有鸡宗菌,价格也很便宜,但是在日本, 商人们把它叫做松茸,换了一个名字,就身价大涨了。 土豆变成了洋芋,粉丝和鸡蛋黄变成了蚂蚁上树,价格也翻倍了, 认真观察,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有价值,并且可以变成财富。 我们经常说无间不商,但是老祖宗不是这样说的, 无间不商本是无间不商。 故事后,卖米的商人,装米的时候,会在上面雷起一个尖, 表示分量足够,因此,获得顾客的好评,看似很小的尖, 却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。 生活中,我们要做眼尖的人,发现世界的美好, 人类的善良,找到赚钱的机会,各行各业都人满为患, 但是,行业是可以细化的,还可以推陈出心, 你要是做到了,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 二是眼界开阔的人,谋求长久的财富。 会赚钱的人,走一步,看十步,赚钱有一年计划, 也有十年计划,甚至有百年计划。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一个叫萨莫的商人, 决定收购维亚康姆公司,身边的人都认为,他疯了, 这家公司面临诸多问题,上千员工在闹市, 工资也无法支付了,萨莫也因此,和父亲闹得很不愉快。 背着父亲,萨莫把自己所有的资产掏出来,盘下了公司。 他认为,这家公司文化底蕴很足,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。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,公司起死回生, 其制作的阿甘正传教父迭中迭泰坦尼克号。 可谓是家喻户晓,谈起成功。 萨莫表示,自己制作了一系列的计划,分析了哪些业务,可能失败,失败之后会有多严重的影响,如何承受失败,让失败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,然后牢牢地把握成功的机遇,这就是财富的密码。 放长线,钓大鱼,这就是最好的赚钱模式,你连线都不舍得放长一点,那么你钓鱼的时候,只能选择岸边的小鱼,深水区的大鱼,就和你无关了。 赚大钱,也是由舍有得的规律,靠长期的投资来建立一个大的平台,然后撑起人生的大买卖。 人在观察就会发现,很多大企业,其实是几代人撑起来的,这就是祖先的眼界足够大,让儿孙享受到了红利。 三世目光短浅的人,今朝有九金昭醉。 据作家如乐,凡尔纳在《海底两万里》里写了这样的场景,他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,真的,眼睛和望远镜好像被二千美元奖金的园景所炫祸,一刻也不愿休息,为了两千美元的奖励,一大群人去寻找某个目标,还用上了望远镜,可是有多少人会成功呢? 哪怕成功了,其意义有多大呢?如果花了十多天,才得到奖励,或者只能前功尽弃,那么还不如去打工,起码十天能赚一两千块钱,赚钱,要学会算账,算账不能只有经济账,还得有时间账,千万不要随意缴纳智商税。 美国的一位销售员巧,吉拉德,他在密歇根州卖汽车,一个妇人走进店铺,选择了一辆最好的车,并且价格也很满意,准备付款的时候,却放弃了。 事后,吉拉德主动联系妇人,询问答案,妇人说,我一直在谈论儿子,我为儿子骄傲,而你却无动于衷,原来,妇人在乎的事情,被吉拉德冷落了。 造成了心理落差,当时,吉拉德只顾着介绍车辆,眼里也只有车,眼睛没有多看看妇人的表现,没有关注到妇人的儿子,其实很多人都会犯类似吉拉德的错误,眼里只有钱,没有人情味,也没有察言观色,因此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。 比方说,一个摊贩,通过弄虚作假,让利润变高了,但是顾客发现情况后,再也不会上门了,因此摊贩的路就到头了。 福尔泰说,外表的美,只能取悦于人的眼睛,而内在的美,却能感染人的灵魂,会赚钱的人,会用心眼。 眼睛看世界,心灵融下世界,脑海在思考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财富青睐有格局的人,人的眼睛是什么样子,不很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眼睛,赚钱不是那么难,在眼前也在天边。